大家好,今天来鱼塘这边转一转 这个大鱼塘 最近我们这边一直在下雨 我好像应该下了快一个月的雨了 反正这一个月断断续续几乎天天在下雨 而且一下就是大雨 现在鱼塘这个水位我们开始在放水了 不想的话这个鱼塘早就 它的水位啊早就到达了它的极限了 然后今天顺便把今天上午 从另外一个小鱼塘里面捕捞起来的 那个麦穗鱼、斗鱼还有旁皮 这里面差不多有100多条吧 然后放到我那个小鱼池里面把它养起来 那小鱼池里面现在放着将近 加这次将近有300条鱼 都是一些小鱼 比这个小植母还要小的鱼 麦穗鱼 这个鱼塘 这个水位差不多就到 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就不会让它再长 反正水面积20亩左右 现在在鱼塘周围 咱们转一转 我真希望今年年底的时候 这个鱼塘里面的草鱼啊 出唐价能够达到6块钱以上 那我就很满意了 这个草鱼长大了很多了 好多都有七八两 然后有些大的有一斤 就放小鱼在 就是这个小鱼池 这里面其实我放了好多鱼的 不知道这些鱼都藏哪去了 估计都藏到那下面 或者这下面去了 就这些鱼 旁皮 麦穗 还有斗鱼 把它们放下去 快走 像这一种就是麦穗鱼 下去了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麦穗鱼 有点像草鱼 下去 放你们了啊 让你们到大的环境 那些小鱼塞 已经放到那个鱼池里面去了 现在这边也开始投钓了 整天全是鱼 乌鲸骂鱼 给大家看一下鱼 给大家看一下鱼 现在看到这些草鱼啊 我心里面还是挺满意的 看一下到年底能不能为我们挣一点钱 然后现在 再过一段时间就要一天要吃两包料 这两包料的话加近三百块钱鱼 现在看到这些草鱼啊 然后等那个草鱼长大一点 那三包料 现在我们抓了 这些草鱼 好